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我们继续在线看房 那么在线看房在疫情期间是非常流行的 据我们加州地产协会调查显示 上个月超过25%的房产交易 都是通过这种在线看房的形式完成的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尔湾公司 在花果山出的Taira小区 那么这个Taira小区一共有60栋住户 分别有5种类型 那我们今天先挑第一号户型来看一下 那么一号户型呢 它的居住面积大概是2721尺 四房三位 并且拥有一个小的二楼阁楼 那我们现在位于尔湾公司的网站上 让我们点击这个Virtual Tour来在线看房一下 那一号户型呢是146万起 那现在呢有45天可以交的房 也有今年6月可以交的房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在线看房的程序中 那我们先找到大门的入口 这一边是大门的入口 那右边转进来呢有一个房间 当然啦这个房间呢是第四个卧室的选项 也可以不加门 把它作为一个进门小厅 也就是蛋的一个area哈 那这个房间样板房呢 把它作为了一个简单的音乐房 学钢琴的地方 那让我们抬头看一下 进门这一边的门厅的景象 那走到里边呢 在楼梯旁边的这个小门 应该是一个储物空间哈 那楼梯正对面的这个有两把锁的 就是我们的车库 那这一边呢为双车库 走到里面呢就是这种open space的一个区域 三厅连通客厅餐厅 还有厨房 以及外面的小院子是连通的 这样非常合理的利用了空间 那么近几年来呢 厨房的countertop使用这一种waterfall 也就是瀑布式的大理石台面 是非常流行的 那我们走进看一下 这边精心的设置了火的炉头 并且旁边呢还有可以煎pancake 或者是煎培根的那种电磁炉哈 那这一边的烤箱微波炉 厨房设施呢都是kitchen aid的 那这一边的柜子上的把手 我比较喜欢是金色的 很漂亮 那我这一个户型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呢其实是可以改成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中式厨房的 只要在这边加一个灶头 加一个门 那即使大油烟的炒菜 在这一边即可以开窗 挤油烟机放出 整个外面的open space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那这是一个升级选项 也是我最喜爱的一号户型的地方 那现在参观过了一楼 让我们就仿佛身临其境的一般 去二楼参观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上楼梯哈 其实我还蛮喜欢在线看房这个功能的 如果想知道具体尺寸的话 网站呢都有那一种interactive的floor plan 可以去量具体的尺寸 去对你的家去做一个估算 那上到二楼这一边呢 就是有一个小的厅 它叫tech loft 也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办公区域的一个小厅 那楼梯这两边呢 右手边为我们的主卧区域 那直走的这一边呢 即为我们的客卧区域 那首先转进来呢 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应有尽有 有柜子 有水池 还有晾衣架 也就是说空间设计非常合理哈 那走出来呢 即为我们另外两间卧室 以及另外两间卧室所共同使用的洗手间 这是第一间二楼的卧室 这边呢 就是第二间二楼的卧室 再来看一下两间卧室共同使用的洗手间 那这一边柜子 以及柜子上把手的颜色 都是跟楼下厨房的橱柜 是相配套的 那这一间卧室呢 使用的是淋浴加盆浴 有座玻璃门的设置 参观过了这一边 让我们转去楼梯的右手边 来参观我们的主人空间吧 主卧室的尺寸非常的大 采光呢 也很好 那么主卧室呢 写有自己的步入室衣帽间 以及主卧 卫浴都在房间里面 那这边透过窗户呢 可以看到外面小区的环境哈 那让我们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我们的卧室 耳湾公司呢 在耳湾有非常多的新盘 包括在花果山啊 巴塞罗那呀 还有Portola Springs等等 那这些新盘的资料呢 我手上都有 如果对哪个盘感兴趣的小伙伴 随时可以联系我咨询资料哈 那现在我们位于主卧的卫浴里面 那卫浴呢 它的淋浴和浴缸是正正相对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 在美国每一个浴缸旁边呢 一定要标配一般的配置一扇窗户 那这边浴缸的两端呢 其为我们男女主人分开式的洗手池 那里面呢 有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尺寸还蛮大的 平起里面 已经装好了收纳柜 好那基本这些呢 就是户型一的在线看房 让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Floorplan平面图 那我们刚从这个入口走到了门口钢琴室的位置 那钢琴室旁边呢 有一个整的卫浴 我们刚没有参观哈 那这一边厨房呢 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改成中厨的地方 那这一边呢 就是可以改的中厨的那个图 那上到二楼呢 楼梯这边可以看到 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最后参观的主人空间 那楼梯直走那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侧窝空间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格局 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号户型的格局哈 先看一下四号户型外面的 和房子的外观的选项 那四号户型 我之所以跟一号户型放在一块看呢 是因为它们户型非常的类似 那四号户型呢 没有出样板房 我们可以直接去看一下它的平面图 四号户型呢 尺寸大概在2488尺到2511尺 四房三位也有一个tech loft 只不过这一边少了中厨的选项 但是同样可以看到 进门这一块呢 就是转进去就有一个open space 厨房客厅餐厅 连在一块 旁边带有一个pantry room 那那一边呢 是阳台 连接到二楼以后呢 上了楼梯 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主卧空间 那么直走呢 就是刚才所看的两间另外的卧室 那么四号户型呢 要比一号户型稍稍便宜一点 那是140万整起价 所以说如果不喜欢中厨的小伙伴 四号户型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那如果对其他 比如说二三五 户型感兴趣的小伙伴哈 也可以自己去网站上去参考看一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 蜜娜要分享的视频 如果你对美国房产感兴趣的话 记得联系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可以在片头处发现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收看 拜拜